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剛好都是Toyota日早上的RAV4 安裝好了之後呢 下午的話呢 是這一款是04年的Vios 那這一款車呢 在台灣販售的時間呢 比國外還要長 國外的話中間還有另外一個世代 那台灣的話呢 從02-03年之後開始販售 一直販售到新款的 NCP-150 才把這個世代的話做停產 那這一台車在台灣的銷售狀況好到 有時候光停個紅綠燈就有可能是一個小繪師 那簡單來說呢 這台車油耗也省 妥善率也很高 然後日常的保養維修 也非常的容易 這一款是1.5升的引擎 那今天的工作呢 是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鏡頭中看到呢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呢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面是一般的拖曳幣系統 那這台車的其實車重還蠻輕的齁 所以我們彈簧在配置的時候是配置前面是5公斤 後面的話是3公斤 後面是一般的拖曳幣系統 後面的一些零配件的話 他的彈簧上部的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下部有一個橡皮 彈簧下方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後面的筒身的行程也做得滿長的 在防塵套的部分呢 我們是做一個專用規格的防塵套 這個是有加長 然後當筒身放下來之後呢 他是整個會把最需要保護的軸心 做一個全方位的保護 那上處還有一個小橡皮 小橡皮的話呢 就會我們以後附新的齁 後面的話是3公斤的彈簧 其實還蠻輕的齁 然後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以Veos來說呢 就稍微比較麻煩一些些 因為呢它的後面的避震器的上部呢 是在椅背的後方 所以這個椅背呢 需要拆下來之後呢 才有辦法調整得到阻尼 這是Veos的後面部分 那這一台後面呢 最常遇到安裝上的問題呢 就是後面的筒身調得太短 這個筒身的長度 彈簧是在這裡 車高的取決呢 是在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那這個調整機構 跟彈簧的預載值呢 一旦過多的時候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它的後彈簧的預載呢 就是取決在筒身的長短 如果把這裡的筒身呢 把它縮到最短 那它彈簧就會壓縮 一旦壓縮過多呢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一台車後面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後面我們筒身把它放長 那長到什麼程度 長到它彈簧剛剛好預載3mm 3mm大概只有一點點而已 預壓縮到3mm就可以了 那一旦過多的話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後面特別特別注意 彈簧一定不能預壓縮過多 那今天的車高原廠的是 這個是1955 15 1955 15 原廠的大概是四指再多一點點 那今天只有要略降車高一些 所以後面的話呢 預計啦 預計大概30幅左右 那阻尼的段數的話 我們都先預設大概在15段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車頭 前面的話其實今天還有要安裝的 不只是避震器之外 還有要安裝前面的加大碟 這是原廠的前面的碟盤 然後要把它換裝成盤徑比較大的規格 這個盤徑比較大 所以它的煞車自動力道 當然相對的就會比較好一些 那前面的避震器在這裡 避震器的上座呢 一樣引擎室打開呢 就能夠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上座規格呢 我們KT就有附了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早上的車才兩年的車齡 早上的RAV4 所以它的上座狀況很好 但是像Vios這一台呢 其實車齡都有一定的年份了 也有可能呢 我們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原廠的上座橡皮或者是軸層已經大概快損壞了 那一旦拆下來沿用就有可能會有硬硬的狀況 但是改KT的話就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改KT的話我們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這個上座的軸層還是使用日本KOYO的軸層 那這個上座的中心點呢 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旋鈕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我們順時針轉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這個軟硬的部分呢 阻尼可以隨著側組的需求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呢 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做對稱 左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呢可以有做落差沒有關係 這個我們有附上座 那至於前面的KT的避電器的一些用料呢 像裡面的阻尼油 我們所使用的油品呢 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油品 並不是像一些比較廉價的 是沒有品牌或者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它的穩定度呢 相對的品質呢就比較沒有保障 那這台車Vios的 它前面是它的 沒有一些離載串的固定點 它只有ABS感應線跟油管 油管架的一個位置 這個都跟原廠的一樣 那前面我們是配置了5公斤 這台車是配置5公斤的彈 這個是剛剛要勾煞車分磅的勾勾 那這個盤進呢 它的比較大 所以需要改裝 做了一個延長的基座 一般有的叫狗骨頭 這個延長基座轉接出來之後呢 才有辦法裝這個比較大的盤進 那今天的旅圈規格是15吋 所以15吋呢 它的盤進呢 最大就只能裝到285或286左右 16吋就大概300到303 17吋的話呢 能夠到325或330左右 所以KT也有做加納碟 如果有需要呢 也可以跟在安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一起把它升級 這個是改裝的15吋的鋁圈 195、55、15的規格 這個這一個的盤進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好了 這個是改裝之後的盤進 這個是286的 因為這個盤進會受限到鋁圈 因為鋁圈今天才只有15吋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加到比286更大的規格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原廠的 所以它的盤進呢 比較小 小了一個一個規格 那安裝加大碟的時候 也有特別特別幾個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譬如說呢 當碟盤拆下來的時候呢 在中間HUB上面呢 會有鐵鏽 鐵鏽一定要做拋鏽的動作 之後再上耐高溫的油脂 它的碟盤呢 才有辦法跟HUB的面呢 能夠貼起 才不會換上之後 有抖動的異常狀況 這些都是在安裝碟盤 甚至是加大碟 或者是多核塞卡鉗的時候的一些 標準的作業流程 OK 以上是今天這一台Vios 這邊的碟盤拆下來 剛剛提到過的HUB呢 要做拋鏽的動作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用久呢 一定會有鏽痕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拋鏽的動作 把它的平整度呢 再把它拋一下 那拋完畢之後呢 會吐附上耐高溫的一些油脂 這個都是很棒的 這個是浮世的鋁1100 它是耐高溫的 那來令片的話呢 通常會在升級碟盤的時候呢 一併做升級 但是這個來令片還很厚 所以今天來令片是要沿用 只有升級加大碟的部分 因為避震器都已經裝好了 要準備上輪胎 那這裡有一些 這個油脂呢 這個是在潤滑滑動箱 滑動箱 這個要潤滑滑動箱的 那這個工具呢 是在把它的分棒的 來令片往外擴 這個都是特工 阿倫下午安 中午經過你店門口車還滿滿的 現在要做拋秀了 把這些秀痕呢 把它拋平整 好在檢視秀痕呢 是不是有拋平整 拋完之後呢 就會塗上這一罐的鋁一千一 讓它做一個防秀的基礎 基礎動作 現在的 HUB上面的秀呢 已經拋掉了 南部有配合的廠商有啊 台南也有耶 台南還有高雄都有 或者是台東 花蓮宜蘭全部都有 好現在這個圖附的是這一瓶的話是鋁一千一 它算是一個 銀色的一個高狀物質 一般這個會塗 銅算是 深銅色的 像這個顏色的 那個叫銅八百 鋁一千一的 是耐溫度比較 比較好是不是 那兩個疊盤的 我剛好這樣剛好可以做一個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盤徑 跟改裝的盤徑 上面好久不見 來 這個呢 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的Vios 原廠前面的盤徑 那下方這一個畫線的呢 就是286的規格 大概 目測的話 大概是大了 30mm左右啦 OK 那這個的畫線 畫線的方向呢 有的會裝順向 有的會裝逆向 畫線的話呢 倒是沒有一個 強制說要順向或逆向 但是排風熱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囉 因為它原廠的盤徑呢 比較小 所以它的後方的擋板 所以它的後方的擋板 隔熱板呢 就需要往後搬一點點 才不會跟加大的盤徑呢 做干涉 加大碟 看起來好像拆個幾顆螺絲 把分棒拆下來 來另一片放上去就好了 但是這樣的作業流程呢 其實才能夠確保安裝上去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抖動 那甚至可能使用了三年五年之後 要換碟盤的人呢 它也不會卡住 這個都是比較繁瑣的一個作業流程 但是這樣的作業流程呢 才是一個標準的SOP 因為看直播的安裝避震器的 好像都差不多啦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車款啦 那當然拆裝的時候 就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技巧 但這一台車 Vios算很好拆裝的車子 最主要呢 就是後面的彈簧呢 絕對不能預載過多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時間多挪一點 在安裝加壓碟的部分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如果線上的朋友有問題 不用客氣喔 立刻問我 我都會立刻回覆 好 像這樣後方的擋板呢 就差不多可以散的過 不會做干涉的時候呢 就可以鎖附了 那避電器都已經安裝好了 這台車真的避電器 很好拆裝 很好維修 稍微散的過就OK了 這個就是鋁1100 OK 以上是今天的Vios的安裝KT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呢 朋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很歡迎到我們KT粉絲團裡面 詢問小編 我們有很多的車 有實車可以試乘喔 北部的話有 FIT 還有Civic 8代啦 還有Tiara 好 雙HM調的話 應該有K6吧 K6 K8 那中部的話有Golf七代的GTi 還有Tiara呢 還有Focus 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三腳架 那哨東你好 三腳架跟碟盤有關係嗎 呃 哨東指的是抖動嗎 指的是 譬如說 煞車的時候的抖動嗎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 比較廣泛一些 如果抖動的話 通常啦 第一個步驟呢 會查的是 碟盤是不是已經有變形了 那 會架設一個 抖動 OK 好 抖動的話呢 會架設一個 千分兩表 我們會把碟盤呢 把它鎖好 會把碟盤鎖好 然後架設一個千分兩表 然後轉側一圈呢 如果抖動的幅度呢 超過6到8條 6到8條的意思呢 就是 6% MM到8% 如果有偏移這個幅度呢 那就有可能會造成抖動的狀況 那就可能是碟盤變形 那碟盤變形的話 就更換 或者是車銷都可以 那三腳架的話 三腳架的 呃 這個 這兩邊呢 分別都是一個橡皮的結構 那這一邊呢 比較靠近輪胎這一邊呢 是一個萬象球頭的結構 那這些都算是一個消耗瓶啦 不過以一般 假設以這台車來說 Vios來說 因為它的零件便宜 所以一般呢 都會換總成件 那如果比較 零件比較貴的一些車款呢 有可能 它可以單換這個鐵套部分 那這樣的話呢 費用呢 就會比較省一點點 那這些耗材 一旦有磨損 都有可能會造成抖動的狀況 所以如果有抖動的話呢 第一個會查詢的是輪胎跟鋁圈的平衡 第二個呢 如果踩煞車的時候抖動 才是看看疊盤有沒有變形 如果疊盤是正常的 那就還會再往上的源頭來做追溯 傳動手如果壞掉呢 也有可能會造成抖動的狀況 所以抖動的原因呢 其實還蠻廣的 然後這個軸套我們也常常遇到過了 如果有改裝鋁圈呢 這個軸套沒有放到 或者是放的規格不對 那也有可能會有造成抖動的狀況 所以抖動的原因呢 其實還蠻廣泛的 那跟抓硬硬一樣 抖動呢 跟抓硬硬一樣 隔空判斷呢 只能用經驗呢 稍微來做一個判斷 最主要的還是要實際聽到 或者是實際遇到才有辦法正確的判斷 這個是滑動箱 這個就是我們分棒裡面滑動箱 要做一個專用油脂的潤滑 聲控您好 CIVIC 9代KT的道路板呢 後面的話 我們是配置了175長6公斤 那CIVIC 9代呢 6公斤的彈簧其實算還蠻舒適的 最主要呢 安裝的時候呢 一樣不能預載彈簧過多 然後 胎壓的 呃 也非常重要 如果一般胎壓 我們會在日系車 會在駕駛座的門邊呢 它會有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一般大概是32到33PSI 那胎壓正確之下呢 大概15段到18段呢 都還蠻好做的 OK 以上是今天的Vios的安裝囉 那我要下線囉 如果有問題不用客氣 再跟我們的 KT的粉絲團小編聯絡 那謝謝大家啦 謝謝 掰掰